還要多久啊 住假快到了 再路上再路上 再等一下齁 好久喔 乾脆直接開始了 不要等那麼久了啦 在幹嘛 你要求婚啊 不用 不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ster Coach小叔老師 我是助教的元智 老師 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是我常常走路呢 會軟咖軟咖 OK 那就可能是你的筋膜過緊 然後下肢無力的關係 那因為這樣子呢 你的代謝也不會很好 所以你必須要好好的 開始鍛鍊我們的下肢 我準備了四組動作 要讓你下肢 還有你的足底筋膜 放鬆充滿了水分 比較有彈性 首先第一招 就要先讓我們的足底喚醒 因為我們在做運動的時候 我們都只有在做肌肉 但是真正肌肉包覆最上面 那一層的筋膜 它會過度的緊繃 所以你的運動的強度 就沒有辦法提高 那如果我們要提高 我們的運動表現 我們的筋膜是必須要啟動的 你會有更有彈性 你的表現就會更好 首先把足底滾筒 放在地板上 你用你身體的重量 就可以去選擇 所以想像我們在公園的時候 也會是去踩石頭 還記得嗎 但是那個每次踩得很痛 就像石大酷刑一樣 但是這個滾筒 它的好處是因為它有螺旋狀 所以它對我們的肌肉 對我們的筋膜 是比較有親和力 那就比較能試著去打開 來 你試試看 這樣子 去踩用身體的重量去推 想像是去擀麵糰一樣 是很有感耶 對 但是不會很痛 舒舒服服的 對啊 對 因為過度的緊張的時候 肌肉跟你的神經系統會告訴它 筋膜要放緊 因為它要保護肌肉 但是這樣的話 我們舒服的話 筋膜就會自然的放鬆 自然的放鬆 我們肌肉就會放鬆 放鬆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就會比較有彈性 這樣我們其實只要慢的推六下 然後做完以後再快的推六下 就可以換腳囉 我們只要做一組就可以 因為它只是喚醒 我們不是要讓它放鬆 所以其實是快速的啟動 OK 我們第二招 現在要做的是 深蹲 老師我會 怎麼可能都會啦 我示範給你看 OK 這樣子 深蹲 有一種嘻哈的感覺 好 可以了 我來教你一個 什麼叫正確的深蹲 好嗎 首先 兩腳打開 腳尖 膝蓋骨 就是膝蓋正前方 髒關節都朝向正前面 我不要開太寬 跟你的髒關節一樣寬就好 然後雙手借我 然後往下 去摸你的腳 內側 對 好 你看喔 在這個動作的時候 已經可以確認好 我的膝蓋腳趾頭都朝向前面 然後身體又是挺胸 屁股又是往後坐 膝蓋呢 它的位置是剛剛好 然後直接往上站起來 對 這樣就夠了 你要感受放在你的大腿後側屁股 身體往上站 對 然後肚子收 肚子收 然後記得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 是確保我的髖關節 我的膝關節 都是在一個正常的位置 如果傷我們的手 是在外側的話 你就會容易內拔 所以手在內側的時候 身體是挺直的 所以你的膝蓋腳尖都會朝向前面 這就會是一個簡單又快速的 好的一個深蹲動作 我們總共這個動作呢 6到10下 我們做三組 OK 接下來我們第三個動作是 喬式 喬式呢 它主要是訓練在我們的屁股 待會後側 然後背是讓我們做得更多的穩定 所以你的背會比較挺 因為通常大家的背啊 都是又沒力又僵硬 所以喬式是一個很好的動作喔 再來第一個動作 你的膝蓋腳踝要呈現一條直線 第二個動作 確認一下你的膝 還有你的寬 呈現一條直線 所以這兩邊 第三個 確認一下你的膝蓋 腳趾頭是不是朝向正前面 所以是窄的 這個動作呢 我們要做三十下 三十下 沒錯 好 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慢慢的慢慢的 調整你的呼吸 好慢慢上 好上 再給你一個小技巧 這一個動作呢 如果你的腳尖可以勾起來的話 勾起來 對 你的感受會放更多 會在你的屁股跟大腿後側 然後確認你每次膝蓋都要往內夾喔 其實膝蓋都通常大家都會外拔 這是很正常 所以一定要記得 膝蓋往內夾 感受放在你的屁股 然後背是穩定 大腿後側會有點僵硬 那記得 這個絕對是小技巧 一般人不知道 噓 OK 第四個動作 我們要做的是 側棒式轉體 它主要是讓我們練你的核心 把我們的力量整個去串導在整個身體上面 首先在做的時候 你的手先做這樣的動作在地板上 做這樣的動作 對 那如果沒有瑜伽墊 或是沒有比較厚的瑜伽墊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可以墊一個毛巾在手肘上面 就比較不會不舒服 第二個 要把你的肚子撐起來 撐起來 好 Hold著 平板姿勢大家都知道的動作 但是我們要加上轉體 所以在轉的時候把你的左手離開 來 好 這個的重點是在哪裡 是在我的屁股上 把腰要推起來 我推 OK 我換邊 保持呼吸 平常有沒有運動看這個動作就知道 換邊 好 這個動作來回要做八下 我說的八下是一邊八下 所以來回是十六下 OK 每一天每個人都要做喔 做完以後記得在我們下面的留言寫 我完成了 小豬老師會去Check 我們會保持在下面跟你 回覆你所有的問題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分享 還有我們的小鈴鐺 記得要開啟喔 同時我們的IG跟Facebook 全部都要讚 並且加入現實追蹤 一定要常常開追蹤 有任何問題你就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盡快的回覆給你 讓我們一起享受運動的樂趣吧 你還好嗎 不是 我是Master Coach小豬老師 動作要做對才會事半功倍 加油